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临新的压力 报道称 上海正收紧对新冠疫情的封锁 这引发人们对大宗商品 尤其是铁矿石需求下降的担忧 大连商品交易所最活跃的9月份铁矿石期货一度下跌6.8% 至每吨798元人民币和119.09美元 澳股今日收跌1.2% 材料板块拖累大半 ASX200周二下跌1.18%至7120点 板块方面 材料 科技和房地产板块表现不佳 三大铁矿巨头下跌 Foodskew近日下跌5.8% Litor下跌2.3% B和Bitor跌1.3% 铃矿商也同样重压 Liantown Resources下跌8.7% Alchem下跌6% Pubara Mineral下跌6.2%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ASX200 今日涨跌幅排行 医疗设备公司 PNV 今日上涨3.33% Westpac银行上涨3.23% 煤矿商 WHC 上涨2.6% 电信服务公司 TPG 上涨2.33% 资管公司 JHG 上涨2.24% 电池公司 NVX 进入下跌12.3% 医疗公司 IMU 进入下跌11.1% 多元矿业公司 CHN 进入下跌9.76% 媒体公司 NWS 进入下跌8.83% 铃矿公司 LTR 进入下跌8.7% Westpac半年现金收益31澳元 宣布61澳分中期股息 Westpac报告称 2022财年上半年现金收益为31亿澳元 同比下降12% 但相较于21财年下半年大幅上升71% 该行的商业部门收入同比下降了55% 至2.39亿澳元 这是由于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和低利率情况下 Westpac利润率下降53个基点 基于半年业绩 Westpac宣布每股61澳分的中期股息 去年同期为每股58澳分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快速 金融集团Sumple的住房贷款在22财年第三季度上升 该公司的住房贷款在今年3月的季度增加了8.08亿澳元 比上一季度高出21% 公司贷款增长9100万澳元 商业贷款增长1.22亿澳元 市场公司麦哲伦以1.4亿澳元出售了GYG的股份 麦哲伦董事长称GYG是一家优秀的公司 然而出售我们所持股份符合我们专注于核心基金管理业务的战略 麦哲伦有权根据GYG的表现获得至多600万澳元的进一步支付 老年护理公司Estia称政府拨款申请可能会延期 公司报告称与疫情相关费用相关费用有关的政府拨款申请的处理时间可能会延误 其与疫情防御和应对相关的费用为1,210万澳元 其中他已经根据政府拨款计划申请了750万澳元的补贴 保险公司AUB将以8.8亿澳元收购Paisers AUB集团已与卖方奥德赛投资达成一项约束性协议 将以8.8亿澳元收购总部位于伦敦的保险经纪公司Paisers 今日AUB股票暂停交易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先古移动 今日医疗公司PTX大涨28% 收益0.16澳元 该公司市值为1.04亿澳元 以下是今天的信息来源 密封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家业长兴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